Hello 大家好 上次講完青山寺 今次講到旁邊的青雲罐 位置都在青山寺面裏 青山寺是佛教的寺 屬於政府 至於這個青雲罐 就是屯門的圖師所擁有 怎樣分呢 你看看建築物的顏色 你可以分開兩部分 現在用青磚砌的地方 全部都是青雲罐的物業 至於黃色的部分 就是青山寺 即是佛教 所以兩個近時混在一起 就叫做青山寺院 講到屯門的圖師 很出名 因為他們的祖先 就是屠淵明 即是東晉時期的詩人 他的太公 又是一個東晉的名將 叫屠漢 他們現在已經隔離了 這樣一代 最多人的那代 就叫做陶家二祖 即是那一枝墨 所以在這個廟裡 整人都看到他的名字 講回這個青雲罐 原本很久 即是由明朝開始 已經是這個圖師做人 扔錢出來去經營 就有請師傅 但之後政府又拿回 他們又跟這個政府打官司 之後終於在這個二千年 就拿回這個青雲罐的業權 但是他們的族人 原來又有官司打 即是很多花生食 原來他們的那個青雲罐 兼這個陶家二祖堂 三名註冊師 跟他們的族人簽了約 就跟那些族人借錢來打官司 相傳就說 打官司用了四千萬 當年 但當然有條款 如果輸了就沒有錢 那些錢拿不回來 如果贏了 他們就答應 五倍奉還的本金 和每年就給他們二十來的利息 但現在他們三人就反悔 要求這個高等法院 判決這個協議無效 之後怎樣呢 就找不到相關資料 不知道他有沒有賠 說回這個青雲罐 在宋朝那時才叫這個斗母公 即是拜這個斗母 即是六十天子的媽媽 之前都是拜佛的 我們看回這個道教的organization chart 就看到這個斗母的地位都非常之高 他是典型的武朋子貴 他生了九個兒子 有七個就是北斗七星 最著名的兩個就是這個 等一下 一個叫歐陳大帝 一個就是紫薇大帝 這兩個都是非常高級的道教裡面的神 說回這個青雲罐 因為用這個斗母做主神 比平時外面的廟有些不同 斗母就放在中間位 然後左右兩邊就各有三十個太歲在陣守著 剛才在斗母兩邊 除了南北斗星君之外 還有文武二帝 還有一個呂洞賓 還有陸蔭先師 還有陸蔭先師 那些道教的神 陸蔭先師 再對面也很值得去的 對面的黃靈宮那邊 有些舊的神像 非常值得拍照 這個黃靈宮 黃靈是道家的匯法之神 先看一下景色 望是好 這邊 這邊 嗯 它們通常是對著斗帽,還是神的 這個金磅是嗎? 金磅菩薩 在窗口看到一棵超過百年歷史的秋風樹 非常大棵 在這個青雲罐的右邊有五德堂 這個青雲罐基本上在2004年已經拆了重建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些全部是新的建築物 就不是什麼古蹟 拆了重建是未得政府批准的 但當然這座建築物是未屬於香港法定古蹟 但也有些圖士族人反對 他們建築物時有沒有利益衝突之類 這個五德堂裡面的神也很厲害 稍後有幾張照片可以看一下 這不是他們獨創的 我們華人社會的廟宇都基本上又拜神 拜道教又拜,佛教又拜在一起 有時候可能拜孔子 在五德堂的後面就是拜觀音 還有普賢菩薩和文殊菩薩 你看到這裡的香竹都是非常便宜的 不是貴的 最便宜的鑄香也有 就不像國內有些紙 可能你裝完鑄香便宜你一千塊也有 這裡又不是的 就非常之廉宜的 我覺得裡面這三個 這個是千手觀音 還有一個普賢菩薩 文殊菩薩 三尊佛像真的很漂亮 所以都忍不住給錢 裝回鑄香 我先拜了觀音 說回這個千手觀音 手裡面的法器 暫時都不知道有什麼意思 希望將來都可以知道 文殊和普賢菩薩下面的座騎 一隻大象和一隻獅子 都非常漂亮 我最喜歡就是那兩隻 觀音殿在旁邊就是骨灰鎮的地方 也做得挺漂亮的 尤其是守著門口的兩張關公 即是嘉南菩薩和韋陀菩薩 都做功精美的兩張神像 如果這個骨灰鎮裡面 大概有四千個骨灰鎮 如果當它二十萬一個 算起來也有八億的收入 不過這個是我估計的 實際是多少錢一個 我真的不知道 當然不是所有他們圖氏族人 都支持做骨灰鎮 也有些人反對的 在裡面查他有個石碑 就是這個道江二十三年九月吉日 清雲貫主持道仁納的石碑 也有說了 圖氏族人用些田租捐獻給這個廟宇 那我照讀 有時候讀錯就請多多巴含 如張宋田 方明勒石 已知不忘也 好 然後第一個就是 也是聖徒的 直至第二格多一個 就叫施主泛廣焦 送租一石 其餘那些都是聖徒 還有一個大冷水田租一十一石 令地租前六百文 即是可能整條村隔分 還可以見到近時附近那些村的名字 有個觀夏園田 也有個應暗湖田 楊小坑我又知道哪 一下面這個青山寺下面 有個楊小坑遊樂場 冷水仔田租綠石 不知什麼字 破崩山又不知哪裡 破崩山田租石五 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大部分姓陶的人捐獻 所以呢 這個青雲冠 屬於陶氏族人擁有 都合情合理 剪這條片 我都不發覺可以找到 這麼多特別的資料 搜集到 但anyway 都太長了 最後就寫了一些照片 做個結尾 裡面也有很多特別的神像 都很特別 除了特別之外 有些我也不知道什麼名字 希望有機會 可以找到這個神像 叫什麼名字 在山上 ?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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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